夜风第二个周末 七星潭海边出现好久不见的人潮 民众迫不及待往海边跑塌塌浪 借此消暑解闷 人潮带来车潮 光看岸边的停车场 通通被停满一味难求 就可以发现人气慢慢回升 不过摊位却都没开 因为受限防疫规定 暂时还不能做审议 只有遗忘的两成而已 还不能开始 可能是8月7号开始吧 观光景点暂时不能开张白摊 但知名伴手礼店 对违解风却很有感 从5月疫情开始 店家生意调到只剩下一成 如今违解风后终于有点起色 现在呢慢慢的回流 然后我们大概回来到两成 那我们真的很希望 政府也可以推出那个振兴 我们真的很期待 缆车缓缓移动 这里是花莲海洋公园 院区内民众三三两两 因为受到违解风影响 除了降载入员人数有限制 想要入员 还得先预约才能进场 违解风过后 各知名景点 人潮逐渐回流 但大家都乖乖戴上口罩 避免开心出游 却成了防疫破口 三立新闻旅燕罗佩玉 花莲采访报道